经过四周的基础训练 新一批原住民族公务生理军 即将正式投入公职生涯 节训典礼上 圆明会主委也特别表扬 表现优异的学员 圆明会主委伊江巴鲁尔 非常重视这些未来原住民 公务人员的表现 并以自己经验 督促大家不要看重职务大小 做好本务工作才有远大希望 20年前当我们第一任主委 而在典礼中大家也都分享 自己学习过程以及未来的展望 经过了这一场基础训练 学员们似乎对于服务人民工作 亦有充分准备 很感谢这次原明会跟国家文官学院 然后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交到了很多好的朋友 然后得到了很多专业的资讯 很幸运的考上了公务人员 所以说就以后就是为人民来服务 不管是我们部落的人民 还是一般的民众 我们都能尽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专业知识 然后去给他们最大的福利 圆明会主委伊江巴鲁尔 也耳提面命在场学员 千万别忘了服务主任的初衷 我们进入公部门 我们不是为了要担任所谓的官员 这样的角色而已 而是说你透过这样的一个职务 为我们的族人来服务 来解决我们严重民族各项的问题 提供更多的这个福利的服务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捷训人数总共有129位 将在全国各公务机关担任要职 原事新闻巴多巴拉班安南投市采访报道